你们知道这台车的音响有多牛吗 记住宝华伟健这个名字 高级的车都偏爱这个品牌 它光发声单元的数量就有19个 15个声道 声长感立马拉慢 功率是1400瓦 与其他车不同的是 它通风式的低音技术 帮你震动更多的空气 如果说车也可以做成艺术品 那沃尔沃的内饰 绝对让你一眼就沦陷 它的座椅是超纤薄人体工程学座椅 不仅有常见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更有45种按摩组合和18项电动调节 天然的圆木 羊毛的织物座椅 头层立面皮革 还有这婴儿贴身级别的安全带 沃尔沃总能让你把自己放心的交给它 知道为什么高知人群 医生大学老师都爱选择沃尔沃了吗 它们的要求是真的高 但好像只有沃尔沃可以满足它们 走 开起来更有意思 这台车正是因为搭载了4C 自适应底盘技术 能让100次频率调节 减震气组 当路面冲击大时 车已经帮你吸收干净 还有它的空气悬挂 也让你在过尖拨路面 还有减速带时充满信心 S90用的是新一代的 Pilot Assist 领航补助 不仅有先进的雷达和摄像头 同时City Safety 城市安全系统 还帮你检测周围情况 后向碰撞警示系统 还可以避免因驾驶员的疏忽 而导致的追尾 没有最安全最健康 只有更安全更健康 而沃尔沃的豪华 就是把安全健康和环保 都做到了无可交替 抖音上车平时拍的那些车 我都看过成千上百遍了 一点心意都没有 今天拍的这辆车 你要是看过 我就退出车圈 就是这台 沃尔沃Concept Recharge概念车 雷神之锤在这里已经学会了眨眼 我膝盖都给跪了 整个车长接近5米 轴距超过3米2 轮胎更是用了23寸的大轮毂 车侧窗有投影 说白了就是外面世界的放大镜 这有个非常漂亮的水晶有没有 投影到上面有各种弯 同时还可以进行首饰游戏 我不能上去坐 我太想上去了 为啥呀 这车很贵呀 我怕我高跟鞋把它踩坏了 看这里 宝华伟健直接安排在了头枕上 每一个座椅都是音乐剧的绝对C位 它是羊毛织物座椅 羊毛的含量占到了30% 而且经过了各种耐磨测试 侧面不仅有小桌板 而且可以前后移动 行首的时候手还可以放在上面 这台车最厉害的是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不点亮的时候 是一整块木纹式版 点亮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光源轨迹 而且呢 它和这个木纹是完全不重叠的 有朋友想问啊 这个车内的空间到底怎么样 毕竟呢 这么贵的车 确实没有办法上去 但是肉眼可以看到呢 它的腿部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因为呢 它是电池组排布在下方 所以说呢 它的后排是一个纯屏的地台 关于安全呢 沃尔沃一直以来都是不用多说 你了解沃尔沃下一代纯电平台的产品 将搭载一颗 NomiDar第三代Iris激光雷达 8颗摄像头 5个毫米波雷达 16个超声波传感器 全新一代纯电平台 在支架安全和自动驾驶 都是自己研发 从传统平台再到电气化平台 沃尔沃呢 一直以人为本守护你的安全 而这台Concept Recharge 就是沃尔沃对下一代汽车 全面纯电动画的宣言 为什么不买宝马奔驰而要买它 带你们看个细节 有很多的车主吐槽 沃尔沃的这个头枕巨难受 不可以调节 不可以拿下来 就是因为它这个不可以拿下来 非常的有用 当整个车因为碰撞 而受到挤压的时候 整个坏掉 这个头枕居然可以充当防滚架 座椅可以变成防滚架 可以保你一命 估计只有沃尔沃了 来还有一点 当车受到撞击的时候 这个座椅会放倒15度 就是不让你直接撞上去 间接的减换 你由撞击而受到的伤害 所以沃尔沃的座椅 那全都是高科技 还有它使用的是 高强度缸当中的蓬缸材质 同志们 你们知道这台车的过弯 有多牛吗 它有着和知名超跑同款的 Vigrate底盘模拟器 关键呢 这还是一台30来万的车 土豪们 是不是瞬间觉得 自己手里的跑车不像了 S60呢 用的是贝奈利和米其林的高性能轮胎 这种轮胎呢 就是无论多么恶劣的情况下 都能够把打滑和侧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种稳稳的安全感呢 是满满的超出了你的预期 走 山上的弯道更好玩 其实呢 这台车啊 正是因为它搭载了F1赛车级别的双叉臂前悬挂 所以说呢 有几个优点啊 特别的明显 第一个呢 就是它横向的刚度啊 特别的大 再有呢 就是我在过弯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它的抗侧倾能力是很强的 后桥布局紧凑 带来特别好的随动性 我开的是燃油的B5版本 250匹的马力和350牛米的扭矩 0到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 这个推背感啊 是非常的强烈 而当它的转速达到2000到3000转的时候呢 你又能够感觉到这个动力啊 是源源不断的输出 像在过这种大弯的时候呢 我是稍微的带来点点刹 而它的刹车脚感呢 非常的饱满 力道呢 也是带劲 这个制动的性能表现啊 我真的要大大的给赞 S60呢 全系是标配了HRS 液压减质缓通技术 对于像这样的砂石路面啊 有很好的吸收作用 底盘呢 在兼顾运动感的同时呢 也提高了它的平稳性 不得不说 全新的S60 有李子更有面子 那开完了沃尔沃S60呢 我好像解锁了一个隐藏的菜单 就是它的动力和操控 要说啊 你要是开一台超跑 这媳妇和赞女啊 还不一定放心的 但是呢 开一台 长腿女神闺蜜呢 找我完成一项 我俩都没有尝试过的挑战 什么挑战啊 等一会你就知道了 猫肥加润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呀 那个 哎你别看女生的房间 今天我们俩要完成一项射箭挑战 你帮我挑一套非常帅非常酷的射箭服装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们直接去吧 哇你居然开了这台车 这个车我赏了很久了 沃尔沃XC40 好不好看 好看 雷神之锤前大灯 维京之府后尾灯 好多女神都买了这个车 走我们上车 2.0T发动机 197匹的马力 日常使用呢 48V滚动 绝对省油 你要超车的时候呢 它还有300牛米的扭矩 就这澎湃的动力啊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我要是买这个车 我妈肯定喜欢 为啥呀 安全啊 而且呢 当你在倒车的时候啊 它的辅助刹车特别的好用 当你和障碍物的距离 小于安全距离 就会有警报提示 系统会提供辅助制动 我们去买衣服吧 女孩子购物一场下来啊 必须得是这种电动尾门 哇 你这个货币箱空间真的很大耶 看这里 我平时的高跟鞋啊 小包包啊 还有平板电脑 全都放得下 这车的储物槽居然这么多 还有这个 小垃圾桶特别的贴心 这台XC40呢 是B4的四驱版本 全系标配 City Safety 主动安全系统 哦对了 如果呢 你要买B3两驱版的车型啊 也完全没有关系 即便呢 是入门版的车型 它也都有这些 丰富的配置 开始挑战 打中黄鑫 九环 算算挑战成功 今天我们来大学里看看 师弟师妹 还有大学老师们都开什么车 哦我知道 你们最想看的肯定是师妹哦 前面有对情侣 要不要拆散他们一下 喂小冬 你什么时候下来啊 哦 苏苏姐 你等我十分钟 会不会装反了下来 好好好 等你啊 趁着等他的间隙 我们现在去稍微逛逛 碰到一台颜色很骚气的自由虾 然后这是一个学生的车 他现在坐在里面 大伙装 看一台沃尔沃 然后就是大学老师 基本上都很多这种车 就比较低调 哎 这还有一台 这沃尔沃的批发吗 你看这里有一台 可爱的斯克达 真真好可爱 还有这天大王屋里 好多玩具啊 它肯定是像我一样 是学播音系的 看那个学生的车启动了 我开得很慢 看这边有台A3 看到没 A3 只不过这不是奥迪的A3 而是我们安徽的品牌奇瑞 这个车 忘了超过了 然后透过他这个 看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教实用教程的 这已经是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碰到一单才无耳无了 现在我终于知道 我怎么会有话 香的就是大学老师 我毫不夸张 我跟你讲 就这个是我大学里面 最喜欢的一个 我可以睡一整节课啊 你他妈的 你这是干嘛 什么意思啊 那是你男朋友的事啊 是啊 我比别的事啊 哎这A3挺适合你的 这前面LV的时候是你选的吧 你这是哪来的钱 是我的 你哪来的钱 是我的 就疫情影响了 我就打工打了五个月 真的 奶茶店我就放上店长了 总音语里面的剧情 何时是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 也不是吧 就我爸 我爸 还有时间 打扰我少爷 不 哎哎哎哎我不懂我不懂 你这十行不是挺 不是吧师姐 你这学妹的翻译都要蹭啊 哈哈哈哈 我这少爷的伞好贴心哦